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九角大陆的时候 我是刺激医生 我爸爸申请我出来香港 既然巧合 我跟师父骗中了 我1977年入学 第一日就做到现在 我的师父就是澳门澳督 医用大厨 所以他的比方是他自己独有的 我的师父是 因这个行业非常清明 后来澳门澳督 就回到薄红瓦 他就回到香港 去了一间住宇宙 星马人餐厅 他就骑中了我 正式拜师的 跪在那儿浸茶 他就快支肩头 他就正式加入咖喱行业 我国际咖喱馆 183年尾虚业 我师父的比方就是 吃药 然后比较就粗了 花旗心 陈皮 肉粥 倒扣 那些很好的香料 就是和那些不同 我们那些有 混去类 我们有混去类 我们有混去类 调粉 是这样的 青、虾、秋、冬 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间 北风大 又粗 我们的尘培 花旗心 沙心 我就要多些了 我本身也是 戚的医生 又有少少 中医带的成分 就是对中医的成分 认识又有点深刻 一般 就是你走远来香港 或者走远去全世界 现在现在 只有我会做 做人你就用心 你做的 你做每一样事 都是一个样东西 你用心会做 你就有机会 你成为 就是 我会做 不自然 八祖年的时候 到香港 香港的朋友 带我去 吃咖喱的时候 我第一次吃到震撼的釣老 当时我就有一想法就是说 有这么好吃的咖喱 能不能在大陆这边也可以开一家 每次我去香港都会去拜余他 到后面可能是感动了他 他才答应我 因为我也跟他讲过说 真的赚钱对我来讲是第二位 我不想说让你这个配方失传掉 副业的咖喱它是包括了东南亚 七八个国家的咖喱 它的品种是十几种口味包了外相的 它的口味是真的是非常独特的 包括我们现在的用的这些香料 我们全部都是进口的 这种食材的东西你差一点的话 出来的话就是差很多了 你看他现在六十几岁块 其实他也是一只做咖喱 已经颠覆了我对咖喱的这种理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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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访 conviv